OK 先事情演变到这个程度了 看起来有点像是 乌龙也是很荒谬的事情 那么地震室或重建业者 他们其实原本是期待的 这个所谓实价登陆 租税正义的这个地震三法 其实当中有很多立法缺失 既然这一次出了问题 那就干脆这样吧 是不是一次性的 我们就修法来解决 但是目前看起来 好像还是只是希望 就行政院希望立法院 打开个临时会 然后通过复议就算了 并没有打算说 真正全面来面对这个问题 到底正规会起之后 会不会全面来面对 我们是不知道 但是我们今天有问过行政院说 如果你们处理临时会的话 你们要过什么案子 然后行政院就是 他们明天早上 会开一个临时院会 然后只通过这个复议案 就是说行政院 只会以这个复议案理由 来要求希望立法院 来加开这个临时会 所以看起来应该 目前只是这样